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寿命 房中树在先秦神仙家和方氏那里已经萌生 后来被道士吸收 改造为道教养生修炼术的一种 房中树又叫皇室之道 本为讲房中禁忌于卫生之术 但是当它被称为育女术或男女和气术时 就演变成了通过异性交接而谋求长生的房术 中国古代的性科学被称为房中树 从现代性科学的观点来看 房中树主要包含有关性的常识 性技巧 性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 同时它又不局限于性 而是把性与气功 养生结合在一起 和追求长生不老或延年异数结合在一起 长期以来 房中树被人们涂上了一层神秘玄虚的色彩 但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 在中国的文化中树 与博书 养生方 杂聊方等 都属于房中树著作 古代中国流传下来的文化自家 往往包含着朴素却令人惊叹的大智慧 性文化也是不例外 将阴阳学说与性联系在一起 提出了阴阳护生 男女相长 就从大原则上和平了现代性学观念 马王堆驳出土的书中说 人生来就会呼吸与睡觉 但房中树却要学习才能掌握 彭祖是第一个发现男女性爱 与人的长寿密切相关的人物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性学大师 还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的长寿之性 以当时的六十天为一年的 所谓小花甲祭祟方法 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四十多岁 他经过探索和总结 概括出了一整套长寿房中秘法 即彭祖房中术 长期以来 源于某种错误观念 不少人总是不能正视男女性爱问题 其实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 从彭祖开始 都是提倡要正确认识男女之事 孟子曰 食色性也 饮食性是人的两个基本本能 人类为了认识自己 必须正视性的问题 研究性的问题 性的反应 是人最基本的生命的反应 也可以说是人的原始生命力的反应 我们必须正视男女性爱问题 让性本能通过人的意志发挥作用 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说 性欲的正常实现 是深刻的内在能力的实现 会直接促使所有其他的器官活跃起来 显然 彭祖房中术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男女性爱 与人体健康长寿关系的系统理论和经验的总结 彭祖之所以把男女房室之术作为养生长寿一大秘法 在于他把男女阴阳之气和顺合一 协调协计作为长寿的一个重要基础 万事万物都具有阴阳两面 在人的性别上男属阳女属阴 在宇宙间天属阳地属阴 天地协和则风调与顺 男女协和则万极不生 这里所指的男女协和既包括感情方面 更包括房室方面 使阴阳之气合于一起的叫做性 男女在生殖时期阴阳化合 新的形体就产生了 这就叫做生 变化停止 寿数终结 这就叫做死 所以天道所付给的阴阳之气 是性活动的开端 死是生命的终结 古人懂得生命必藏于阴气之中 阴气服藏则复工一成 因此在男女阴阳问题上 不仅要懂得护阳 还要懂得养阴 阳足阴后自然二气运转 求见有力 活泼生动 利于身心 要是房室阴阳和顺 还必须懂得如何节制和满足 狗子证明说 性这种事情是自然之事 情是性的实质体现 欲是情的反应 因此 即使贫贱的守门人 也不能去欲 因为他的情性是玩具的 即使贵为天子 其欲也不能满足 欲望虽没有满足的时候 却可以用道 却可以用道来接近满足 懂得养生之道的人 贵时可以知足 见时可以节欲 这里所指的道 就是彭祖的房中树 按照彭祖房中树 以行男女阴阳之事 则既能使欲得到满足 又与身体有益 房中树和道教 就有着特殊的渊源 张道林不仅是道教的传播者 而且是个房中树专家 在我国古代历史的道教 和房中树方面 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房中树是有关性的养生树 他在道教典籍中 引名为玄宿之方 荣成之术 藤主之道 或称阴道 阴丹 归丹 泥水丹法 真告称黄赤之道 混戒之法 黄叔赤戒之法 魏叔侍老至教 男女和戒之术 据《报嫖子》那篇 《房中之法》 食于家 或以补救伤存 或以公治重病 或以彩阴一阳 或以增年严寿 气质唐代 房中树流传不衰 道教医学家 孙思淼 在其著作中 视房中树为 养生重要手段 在古人流传的 这些性技巧中 包含有许多性生理 和性医学知识 在调节男女性生活 及治疗性机能障碍 等方面 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房中树和道教 就有着特殊的渊源 张道林不仅是道教的传播者 而且是个房中树专家 在我国古代历史的 道教和房中树方面 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房中树是有关性的养生树 它在道教典籍中 引名为悬素之方 荣成之树 彭主之道 或称 阴道 阴丹 归丹 泥水丹法 真告称 黄赤之道 混戒之法 黄书赤戒之法 魏书是老至教 男女和气之术 据《报嫖子》那篇 房中之法识于家 或以补救伤存 或以公治重病 或以彩阴一阳 或以增年严寿 气质唐代 房中树流传不衰 道教医学家孙思淼 在其著作中 视房中树为养生重要手段 在古人流传的这些性技巧中包含有许多性生理和性医学知识 在调节男女性生活及治疗性机能障碍等方面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叫做性 男女在生殖时期阴阳化合 新的形体就产生了 这就叫做生 变化停止 兽数终结 这就叫做死 所以天道所付给的阴阳之气是性活动的开端 死是生命的终结 古人懂得生命必藏于阴气之中 阴气服藏则复工一成 因此 在男女阴阳问题上 不仅要懂得护阳 还要懂得养阴 阳足阴后 自然二气运转 求见有力 活泼生动 利于身心 要是房氏阴阳和顺 还必须懂得如何节制和满足 狗子正宁说 性这种事情是自然之事 情是性的实质体现 欲是情的反应 因此 即使贫贱的守门人也不能去欲 因为他的情性是玩具的 即使贵为天子 其欲也不能满足 欲望虽没有满足的时候 却可以用道来接近满足 懂得养生之道的人 贵时可以知足 见时可以节欲 这里所指的道 就是彭祖的房中术 按照彭祖房中术 以行男女阴阳之事 则既能使欲得到满足 忧于身体有益 男主开始 都是提倡要正确认识男女之事 孟子曰 食色性也 饮食 性 是人的两个基本本能 人类为了认识自己 必须正视性的问题 研究性的问题 性的反应 是人最基本的生命的反应 也可以说 是人的原始生命力的反应 我们必须正视男女性爱问题 让性本能通过人的意志 发挥作用 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说 性欲的正常实现 是深刻的内在能力的实现 会直接促使 所有其他的器官活跃起来 显然 彭祖房中术 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关于男女性爱 与人体健康长寿关系的 系统理论和经验的总结 彭祖之所以把男女房室之术 作为养生长寿一大秘法 在于他把男女阴阳之气 和顺和一 协调协计 作为长寿的一个重要基础 万事万物都具有阴阳两面 在人的性别上 男属阳 女属阴 在宇宙间 天属阳 地属阴 天地协和 则风调与顺 男女协和 则万极不生 这里所指的男女协和 既包括感情方面 更包括房事方面 使阴阳之气 合于一起的 房中术和道教 就有着特殊的渊源 张道林 不仅是道教的传播者 而且是个房中术专家 在我国古代历史的 道教和房中术方面 都占有着 十分重要的地位 房中术是有关性的养生术 它在道教典籍中 引名为 玄宿之方 荣成之术 藤主之道 或称阴道 阴丹 归丹 泥水丹法 真告称 黄赤之道 混戒之法 黄书赤戒之法 卫书是老治教 男女和气之术 据 报嫖子那篇 房中之法 食于家 或以补救伤存 或以公治重病 或以彩阴一阳 或以 增年严寿 气质唐代 房中术流传不衰 道教医学家 孙思淼 在其著作中 视房中术为 养生重要手段 在古人流传的 这些性技巧中 包含有许多性生理 和性医学知识 在调节男女性生活 及治疗性机能障碍 等方面 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房中术和道教 就有着特殊的渊源 张道林不仅是道教的传播者 而且是个房中术专家 在我国古代历史的 道教和房中术方面 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房中术是有关性的养生术 房中术 即古代方氏所说 房中节育 养生保气之术 它是以研究男女性生活 为课题的 懂不懂房中的修为与保养 不仅关系到性生活是否和谐美满 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寿命 房中术在先秦神仙家和方氏那里 已经萌生 后来被道士吸收 改造为道教养生修炼术的一种 房中术又叫皇室之道 本为讲房中禁忌于卫生之术 但是当它被称为育女术或男女和气术时 就演变成了通过异性交接而谋求长生的房术 中国古代的性科学被称为房中术 从现代性科学的观点来看 房中术主要包含有关性的常识 性技巧性功能障碍治疗与受孕等方面 同时它又不局限于性 而是把性与气功养生结合在一起 和追求长生不老或延年异数结合在一起 长期以来 房中术被人们涂上了一层神秘玄虚的色彩 但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令人惊叹的大智慧 性文化也是不例外 将阴阳学说与性联系在一起 提出了阴阳互争男女相成 就从大原则上和平了现代性学观念 马王堆博出土的书中说 人生来就会呼吸与睡觉 但房中树却要学习才能掌握 彭祖是第一个发现男女性爱 与人的长寿密切相关的人物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性学大师 还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的长寿之心 以当时的六十天为一年的 所谓小花甲祭岁方法 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四十多岁 他经过探索和总结 概括出了一整套长寿房中秘法 即彭祖房中术 长期以来 源于某种错误观念 不少人总是不能正视男女性爱问题 其实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 从旁边